受到了疫情影響 全球有許多的孩童 他們長期居家 遠距上課 身心發展都受到了限制 不過在義大利北部 有一名小學四年級的女童 她跟隨父親上山牧羊 每天是在遼闊的山坡草地 遠距上課 身邊是圍繞著三百多頭的山羊陪讀 就宛如瑞士人氣小說 《小天使海地》的翻版 讓同學和老師都相當的羨慕 每天早上 十歲小女孩菲亞梅塔 背著粉紅色書包 出門上學 雖然跟其他同學一樣 透過電腦螢幕遠距上課 但她的學習環境得天獨厚 是一片遼闊無際的山坡地 一桌一椅 一台筆電 用媽媽的手機連網 身邊圍繞著牧羊人爸爸 所照顧的三百五十隻山羊 環境就像瑞士人氣小說 《小天使海地》的翻版 新冠疫情去年三月爆發以來 重災區意大利的學童陷入長時間防疫封鎖 遠距學習的狀態 菲亞梅塔所在的特倫托自治省三月十二號 再被列入疫情最嚴重的紅色區域 所有學校包括托兒所跟小學都得關閉 但菲亞梅塔的母親得出門上班 一家人上山測試網路訊號之後 決定讓菲亞梅塔跟隨父親邊牧羊邊上課 每天可以自由在戶外活動 讓老師同學好羨慕 不過牧羊生活也不輕鬆 每天清晨四點半 全班同學還在睡夢中 菲亞梅塔就要起床跟爸爸一起去買甘草 照顧小羊 熱愛動物的他甘之如遺 起床從不含苦 不過他也知道學習進度已經落後 該回學校上課時還是得回去 封城對教育影響很大 許多父母無法在家工作 為了照顧孩子只能辭職 網路與硬體設備也會影響學習效果 菲亞梅塔的案例引起很多關注 一個禮拜後 地方政府為他送上全新的電腦跟路由器 好讓他在最佳條件之下上課 特倫托自治省目前還沒有脫離紅色警戒 但義大利政府已經開始考慮 四月初復活節假期過後 讓紅色區域內的小學托兒所也復刻 菲亞梅塔珍惜在山上跟羊群相處的日子 希望長大之後也能繼續在山裡自然的環境工作 我要閉上一間室 更漂亮 公日新闻是回忠宾